学习快乐,快乐学习,我是王老师,快乐学习 今天呢,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PPT的一些常规应用 它和这个Excel有一些共同的应用的地方,咱今天讲一下 比如说这个PPT里头啊,我想插入一个柱形图 像这种柱形图,比如说这个某个销售人员 这是我线下的授课的一个课件 我拿上来和线上和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里头还有很多部分,这是其中一点 然后这里边,比如说我想生成一个柱形图 显示各个销售人员的这个业绩,咱看咱怎么实现 咱看咱怎么实现,那比如说先删除它吧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打开PPT,在PPT的文件里头 咱比如说我任意新建一页也可以 你比如说在最上面,光标点在最上面 你可以新建一张幻灯片,对吧 你可以新建一张幻灯片 然后新建一张幻灯片呢 咱想插入一个图表,咱在上面点一下 光标点一下,想在哪个位置插,点一下 然后点这个新建幻灯片 你再选一个板式就可以了,就可以新建了 咱现在插入这个图表,怎么插入呢 咱点这个插入,先选中这张幻灯片 点插入,里面有一个图表 比如说我想生成的是柱形图 后面图形咱还会陆续讲 这个咱先今天以柱形图为例 是不是后头咱就不讲ESR了,不是啊 咱今天为了是把这个教学的软件 咱再扩展一下,不能广讲ESR 以后ESR还会陆续更新 后头还会PPT,PS慢慢逐渐都会有 然后点一下柱形图,然后确定 你点完确定以后你发现生成一个ESR图表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PPT本身啊 它对这个图表数据的生成啊 支持,它支持不了 它要依靠于这个ESR来生成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你插入图表的时候 它半生出一个ESR 半生出一个ESR 你看名字,Magsoft Pound Pound中的图表 就是这个图表啊 和这个ESR这个表格啊 这两个是半生的 如果你说把这个删除了 删除以后 它那个图表也就不存在了 这俩是半生的关系 我们可以用插入图表 然后选柱形图确定 然后它生成一个这个 生成一个这个 这是什么 这数据你说是哪来的 默认值 这数据是默认值 你每次插入时都生成这个图表 但你说这个图表也不是我想要的 一样啊 我那是不是要改啊 可以啊 你进行相应的录入就可以了 因为我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把数据录好了 我找了一个数据 找了一个数据 比如说这个数据 这是我提前录好的 比如说我把它敲到那个ESR里 我复制就行了啊 直接复制 因为我那个一共是三列嘛 所以复制到这边也是三列 右击点粘贴 然后是否替换目标 代言格 确定 然后确定就行了 我把这数据复制过来 这一列是富裕的 我选中它 右击点删除 就没用了 你发现没有 这个表格 你录入完数据以后 这发生变化了 这也发生变化了 这个表格跟这个 现在你录完数据以后 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的话 你说这个表格需要不需要 另存为一下ESR表格 不需要另存为 你把它关闭了就行了 因为系统自动会给你保存的 只要你这个图表在 只要你这个图表在 那个ESR就会出来 你说刚才 我录入完以后 我那个表格我给关闭 那我怎么调出来呢 注意这个边框 右击边框 右击这个边框 右击边框 有个编辑数据 发现了吗 就是你刚才录入的这个数据 这里头生成的这个表格 是和这个PPT的这个图表 是相半生的 所以说这两个 有它图表 就有这个ESR表格 既不用单独保存 你用的时候 就把它可以用编辑数据 调出来 不用的时候 直接给它关闭 直接关闭它不会丢 然后右击边框 编辑数据 它又会出来 想用它的时候 直接给它调出来 可以修改值 不想用的时候 直接退出就可以了 直接给它关闭 不用保存 今天咱讲那个比较简单 是最基本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PPT的一个操作 后面咱会逐步的把它伸入 逐步的把它伸入 然后呢 今天咱就讲到这里 请同学们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如果感觉有用呢 可以分享一下 好的 咱下期再见